王者新角色蒙田 历史上最神秘的古人之一 现在后看是好习惯 相信不少玩家已经在游戏中 见识了蒙田的实力 可以说目前没有哪个英雄可以干得过蒙田 而在历史中 蒙田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逆天的存在 身上更是充满了无尽的传说 此人先是替秦王统一了天下 又亲手督见了万里长城 闲暇时间又改良了毛笔 其实鼻祖一词 最早说的就是这个蒙田 但是这么厉害的人 最后的死因却是无比的迹起 某一日 远在边赛把守的蒙田 突然收到一张诏书 说他有罪 蒙田起书十分的愤怒 认为自己刚正不额合罪之后 但没过多久 他却突然说到 我修筑长城 挖渠沟一万里 这期间不可能没有挖断地脉 我怎么可能没罪 说完后便服毒自尽 而在游戏中 玩家们也发现了 面对蒙田这个英雄 千万不能硬钢 只能用远程英雄智取 那么蒙田这个英雄 你入手了吗